Laremasu 被动句型 在所有物被动句里面我们说过 所有物或者身体部位不能当作主词 原因是如果我们把东西当作主词的话 就有可能构成无生物主语被动 无生物主语被动简单来说 以物为主则的被动 这边的物指的是原本的主动句里面的受词 我们这边把受词直接当主词 动作者不说 因此什么时候会使用无生物主语被动 当一个句子的动作者不是特定的人物 动作者不明确或者动作者在句子里面并不重要 这个时候就把动作者省略 直接把东西当主词 后面加上一个被动动词 无生物主语被动最大的特色就是拿来表达一个社会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动作者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看一下 この寺は2000年前に建てられた 这个佛式在2000年前盖的 谁盖的在这个句子里面重要吗 当然不重要 而且谁盖的也许不知道 而且也有可能好多好多人完成的嘛 我们这个句子的重点是在描述这个佛式所建筑的年代 因此直接用无生物主义被动 要在民国举行展览 谁举行的 主办单位 我们没有要告诉人家谁主办这件事情 而是告诉人家在哪里会举行这个活动 我们就用无生物主义被动 电话是由贝尔发明的 这个句子把动作者加进去 不过 后面并不是加你 而是加上你有的 就好像我们不会讲电话被贝尔发明了 而是由贝尔发明的 当我们有些情况下 需要描述出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无生物主义被动据 可以选择把动作者加上你有的 而不是你